好,台北台风虽然远离了,但是高雄的山区降下的雨量惊人 山区几天来陆续发生大面积的土石崩塌 造成了桃园区对外的桥梁变形扭曲 而其中一名男子呢,因为呢里面很多居民都是被困在里头的 而男子因为撞到头昏迷,被送这个送往医院的时候 因为这个桥断掉了,因此受困,结果最后送医不治身亡 变加上的土石大面积崩落,站在桥边的民众吓得把腿逃命 台北台风虽然早已远离,但高雄市山区因为台风降下的惊人雨量 几天来陆续出现土石崩塌的惊险场面 造成高雄市桃园区对外的主要桥梁扭曲歪斜 对外交通中断,均匀进出,被拜托怪兽帮忙接驳 怪兽当起渡河接驳车,甚至还帮忙运送病患 一名27岁的谢姓男子,就是在崩塌桥边等过河 等了两个多小时,突然抽筋倒地,撞到后脑流血 无奈道路不通,消防人员只好先将他送回山上的卫生所就医 但他陷入昏迷,家属要求下山急救 消防队只好找挖土机帮忙 消防队员将病患绑在长背板上 用挖土机接驳将他送到对岸 底下就是滚滚吸水,送医过程十分惊险 好不容易送到对岸,再用救护车紧急送医 肩宽的送医过程总共耗时快四个小时 不幸的是,男子送到医院时已经回天乏术 家属责怪,都是因为路段害死人命 死者身后还留下两名幼儿,处境让人同情 但中断的桥梁要到九月才能收复 目前桃园区四千多人,对外的交通还是持续中断 中天新闻前线一包经营,高雄报道